自货币产生以来,假币便与之共存,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,各国从设计和印制层层叠加防伪标志,而在旷日持久的货币打假战争中,银行货币打假员也应运而生。 火眼金晶等技能使假币原型毕露,其准确度可PK眼钞机,一张再烂,再破,再旧的纸币都要精准判别,不误判真钞,不放过假钞。 近日,在工商银行的兰州分行现金运营中心,记者看到,大多数工作人员身着特制灰色制服,戴着口罩在堆积成沙的钞票中工作着,点钞机刷刷之声不绝于耳。 相比之下,货币打假员蔡学军处略显安静。 他的工作台上有序地摆放着人民币鉴别仪,票据鉴别仪等机器和数量不多的钞票。 年纪稍长的蔡学军是鉴定真假钞的终审,一些拿捏不准的钞票都要经过他的手最终确定真假。 这个还有,你想这个中国人民银行,它这个字比较立体。 你看。 这个真人民币,它这个天窗这个,它是有荧光,它有反应的。 假人民币,它这个上面没有这个荧光反应。 这个真人民币,它这个头像这个手形,它比较清晰。 它的假人民币这个头像,它比较模糊。 这个纸张的这个手感,真人民币,它这个手感摸起来,它比较好像有些粗的这样的感觉。 假人民币,它这个纸张就比较光滑。 今年55岁的蔡学军,从事货币打假员工作已有9年多时间。 她告诉记者,遇到一张假币,它只需要十几秒的时间,眼睛一看,上手一摸就知道真假。 她也曾遇到过一张极度高仿的100元假钞,让她印象十分深刻。 这个零五百年,零五百年这个人民币,它这个,这边这个四分之三,全部都是真点。 就是这个水晶,这个水晶这边,是假点的。 调口也有,有淡,白,白,颜色不一样。 这就是人家有个高仿的一个,特别个别的,比较好。 那个纸张一会看见都看不出来。 工商银行兰州分行现金运营中心清点部经理何军辉向记者介绍,根据银行反假币经验,最常见的假币是最大面额第二位的币种,例如人民币50元应该是最经常被假冒的币种。 但随着国家防伪技术和民众防假意识的提升,假币的出现呈现出递减趋势。 比较难的就是高仿的那种,尤其是这一个就是特征比较残破币的那种间谍。 现在尤其是像个20对吧,就是个小票面的这种间谍起来,难度比较大一些。 像这个150对吧,怎么说呢,基本上它的特征比较明显。 何军辉表示,制售假币是以非法手段剥夺和占有国民财富,干扰了货币流通的正常秩序, 使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毒瘤,因此除国家和银行参与外, 民众也应加入货币打假队伍中,掌握防伪基本特征, 阻断假币流通渠道,进化流通市场。